粉丝提问,为什么突变团境丧尸是用手抓,而不是用嘴咬? 在各种影视剧中,丧尸都是用嘴咬感染人的 为什么吃鸡里的丧尸是用手抓呢? 原因应该有三个 一,手抓距离更远 其实手抓和嘴咬最明显的区别就是攻击距离不同 手抓可以刷一个手臂的长度,最起码有个七八十厘米远 可是嘴咬只能贴脸才能咬,最多也就几厘米 距离太近了,想咬到人是相当不容易的 尤其是敌人在高处的时候,跳起来手抓可以抓到 可是跳起来嘴咬根本不可能 所以这也是为了加强丧尸 二,嘴咬间隔太长 不管是哪种丧尸,都有两只手 所以抓人的时候可以左右手轮流抓 攻击速度是很快的,没有很长的间隔 可是嘴咬就不同了,嘴咬的间隔实在太长了 有时候贴近了敌人,却在攻击间隔之中 造成了无法咬到人 所以嘴咬的缺点太严重了 三,嘴咬太血腥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嘴咬过不了审核的 因为实在太血腥了 现实的影视剧中丧尸咬人的场面 大家应该都看过 如果加入的话会又血腥又暴力 和平均各种年龄阶层的玩家都有 加入会对很多玩家造成心理阴影 所以肯定不可能用嘴咬的 小伙伴们,对此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关注三联哦 我们下期见